第23节经文说 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证悟 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 这节经文与第10节意义相同 主要所讲的都是在告诉人 两样的砝码和诡诈的天平 是使用的人所犯的虚谎的罪 这是神所证悟的 第24节的经文说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这一节与16章的第9节一致 那里的经文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有的解经的人会告诉我们 本节经文的前一半 所讲的人的脚步所用的人 乃是指有力量的人 是被神手拣选被神帮助的人 他们的脚步就为耶和华神所指引 因为神会对他们人生道路 负上完全的责任 而后一半的经文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这半节中的人 是指着老亚当里面的人 也就是普通的人 他们还活在血气和肉体中 不明白神的心意 一旦受罪恶的影响 就会从愚谋的人 变成愚昧的人 愚妄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 不可能明白自己的路 意思是说 他们完全不知道 当将自己的人生道路 交给神来掌管 来指引 这等人 只凭着自己肉体的心思 以及被罪扭曲的意念 去行走和奔跑 这样的人就不知道 自己的路会引向哪里 即便是引向灭亡 他们也不知道回头 但对那被神所拣选的人而言 神却要负责这样的人一生的道路 在诗篇16篇第11节 经文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除了这样的解释 24节可以顺着经文的思路来解释 用以来强调说 人每一步路都是由神所安定的 我们无法知道整条的道路 所以我们个人就当将生命道路的主权交给神 我们谋算的是一生的路要怎样走 但唯有我们的神 是在我们行走的时候 一步又一步的指引我们 并安定我们 这样就与16章第9节的话 协调一致了 第25节经文说 人貌似说这是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就是自信网罗 本节的主要意图是在告诫人 在神的面前不要貌似许愿 若是最终许愿了却不还愿 那么还不如不许 因为若许愿了没有还愿 就会将自己陷于网罗中 有别的版本这样翻译 说人若急促的说 这是贡物 后来由懊悔所陷的 那就是自信网罗 人一旦是后悔自己所陷的 有一个见不得人的行径 便是会容易侵吞本来要陷给神的 这最终就会陷入网罗 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 一节到五节所讲的 初代教会时 有一对夫妇 也就是亚拿尼亚和撒非拉 他们二人变卖了田产 要献给神 但是私底下却留下了几份 然后向使徒们谎称 自己所献的乃是全部 结果这对夫妇受到彼得的严厉的责备 由于他们向着神犯了欺哄的罪 后来就受到神的场之 亚拿尼亚听完彼得责备的话 就扑倒断了气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告诫我们 不要轻易的在神面前许愿 作为一个牧师 我曾经听过 好多信徒都曾经说过 如果神赐我多少多少钱 我就要第一时间奉献给神 用着钱去盖大教堂 或去培训传道人 其实后来说这番话的人 一般都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有的人说 我是想帮助建教堂啊 但是国家不许可 说这样话的人对了一部分 我们的确是不能够随便说 想要建堂就建堂 但是若把金钱奉献给神学教育 去培训传道人总是方便的吧 我们说这话的意思 是在告诉大家 不要轻易冒失的在神面前许愿 许完愿之后 又为自己找不方便还愿的借口 这样的人不讨神的喜悦 而且也不是智慧人 该有的举动 这样做只能将自己陷在网络中 在真言一书的后面 传道书中五章的一节二节 四节五节 就是论到人来到神面前 不要冒失开口的 那里的经文说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 因为进前听 胜过愚昧人献祭 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你向神许愿 偿还不可持言 因他不喜悦愚昧人 所以你许的愿 应当偿还 你许愿不还 不如不许 让我们都牢记圣经这样的教训 第二十六节的经文说 智慧的王 波散恶人 用六轴 滚压他们 这些经文的意思 是在告诉我们 神所赐福的君王 有能力秉公行义 他能够辨别 人是好 是坏 恶人 善人 他都能够分辨 就像前面 二十章第八节所说的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 驱散诸恶 神不单单能辨识 人的是非和善恶 他还能行公义的审判 用法律的手段 将恶人拨散 都会加以刑罚和惩治 来显明他做事的公义 这就是经文所说的 用六轴 滚压他们 经文中所说的六轴 读音有点奇特 它就是我们 在农村所看见的 以前农民 用来打鼓的 石滚 放在打鼓场上 塞好的麦子 经过六轴 一滚压 就可以达到 脱力的目的 这样鼓力 和和解 就分开 在圣经当中 每当提到打鼓 都是表示 神要审判恶人 第二十七节的经文说 人的灵 是也好啊的灯 见察 人的心腹 我们注意到 二十节曾说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 必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在二十节中 所说的灯 是人的生命 但这里所讲的是 耶和华的灯 在人的生命中 神以人的灵 作为 耶和华的灯 但是我们要注意细节 人的灵 是装载 神 高油的灯 如果是我们的灵 这一灯 还在发光的话 就是因为 有神的高油 在里头 因此别忘了 我们乃是器皿 而神 是生命 神的灵 在人的灵里 那就会像 油在灯 灯中 自然就发光了 就照亮了 有一节经文 非常的好 是格林多前书 二章十一节 那里就告诉人 除了 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所以你我 里头的灯 要想嘹亮 一定要有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头 内住 而神的灵 在我们里头 是要检查 我们的心腹 是要看我们 无论言语 心思 意念 行为 是否是合乎 神的标准和要求 因此大卫 在写诗篇 139篇的时候 在这篇诗的末节 也就是23节 24节 就向神祷告说 神啊 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是什么在检查大卫的心思 并且还在试炼大卫的意念呢 就是神的灵 神的灵在人的里头 人的灵 也就是耶和华的灯 才会真正亮起来 所以愿你和我的生命中 充满神的圣洁 满有荣耀的高油 我们若有这高油 我们的灵 就是光明的 不但照亮自己 还可以成为 别人的帮助 第28节说 王因仁慈和诚实 得以保全他的国位 也因仁慈立吻 这一节又论到君王 该有的品格和生命 王的生命中 就应该有仁慈和诚实 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王 就是一位仁慈又诚实的神 王若是有这样的生命光景 在此 神就借所罗门发出了应许 这样的君王 他的国位就可以得到保全 而且还会越加的稳固 本节经文 不仅是对王说的 对我们所有做领袖的 甚至在家中做一家之主的 或是在工厂 公司 做主管的 都有指导的价值 这些经文 跟前面 箴言的三章三节很像 那里说 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 要记在你景象上 刻在你心板上 意思是 要将这 劝勉的话 常记在我们众人心里 神是守约诗慈爱的神 人若是有仁慈的 诚实的生命 天上的大君王 必赐福那人 他必使那人 坐手不坐尾 但居上不居下 生命纪 二十八章 十三节 十四节 二十九节的经文说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 白发 为老年人的尊荣 我们每个人 都从年幼 年轻 一路走来 我们能知道 自己 在哪一段生命的阶段 身体 是最为强壮的 的确 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 在强壮的方面 我们要注意 人的生命的两个领域 一 身体的强壮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另外 圣经还提到了 人 能命强壮的时候 像是在约翰一书 二章十四节就说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 长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这是老约翰 专门对那些属灵的少年人 所讲的话 人在属灵的少年时期 就会有灵力的刚强 甚至可以胜过恶者 重要的是 将神的道 长存在我们众人的心里 本节也提到老年人 大家在读到 历维记十九章二十三节 还有前面 箴言十六章的三十一节 都提到了 在神的儿女当中 那有白发的老年人 当受敬重 因为白发是老年人的冠冕 乃是在人公义的路上得来的 所以白发不是羞耻 乃是尊荣 我们今天 一看到那满头银发的老人 就会觉得在他们身上 有人生丰富的经验 也有谋略 智慧 恩慈和忍耐 我们所说的是 尤其指 那在主里面的老年人 我们都当在主里敬重他们 因为他们一生跟随主 主就赐他们白发 过他们老年时候的冠冕 若你恰巧是有白发的 那就赞美主 这乃是你头上的冠冕 第三十节的经文 是本章的最后一节 经文说 鞭商除净人的罪恶 责打能入人的心腹 从表面上讲 这节圣经是在讲 君王的治国之道 如何能让社会稳固呢 那就是君王 不但要有人词和诚实 用怜悯 良善体恤的心 来对待百姓 但同时 治国也应该要严厉 对待罪恶和不法的事 不能够姑息 容忍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告诉人 鞭商除净人的罪恶 责打能入人的心腹 那该有的管教 适度的临到人 就会使人不至于任意的作恶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可以拿来做参照的 就是历代之下 33章 10到13节 讲到 犹大王马拿西 他犯了很大的罪 神于是将他 交在亚述人手中 亚述王的将帅 用脑钩 勾住马拿西 又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马拿西 就在仇敌之地 向神悔改 后来 神就释放他归回 使他 重做国位 由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神在马拿西身上的管教 是有用的 在真言 22章15节 也告诉人 愚蒙 迷住 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 可以远远地赶出 因此我们伟大的神 乃是智慧的神 他知道 借由着什么样的手段 和方法 让人的罪孽 被除尽 并使人的心 能牢记神的训诫 那便是本节中所说的 鞭伤 以及适度的责打 管教中 能显示出 天父的爱 神所疼爱的 他才管教 第二十章读弊 来让我们祷告 智慧之主 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感谢你 主我今天 要用27节 为我自己祈求 主我的灵 乃是你的灯 只有你的灵 进入到我的灵里 我里头这盏灯 才会真正嘹亮 你的灵 见察我的心腹 也见察我的意念 我要从你往外 都讨你的喜悦 愿你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我这样的祈求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 敌讽 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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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论